今天報告新聞 今天報告內幕追蹤一下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帶您來看的是 國民黨的黨團總召傅昆琦 他不是拔好了倚天劍屠龍劍 帶著雙刀向前衝 跟柯建民說我來了 你不要走 結果柯建民不走 這個傅昆琦一下子撞上了一個牆 什麼牆呢 第一級錯誤的牆 好 這個韓國瑜昨天也沒出面 短短幾招 就讓人家復勤 你知道說自己不對啊 不對啊 就不來會失禮嗎 他看起來好像會失禮 這個失禮怪怪 要懲處 要懲處一個黨工 找一個黨工來墊背怎麼回事呢 他到底是不知道自己犯了 什麼樣的一個第一級錯誤 昨天引發善笑了 今天的道歉 很多人還是不買單 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過不論如何 韓國瑜徹底壓制了傅昆琦 立法院老大是誰 現在大家看的是一清二楚 柯文哲 今天很忙哦 開始積極的進行下鄉行程了 看起來心中仍然有這個鴻圖大志 知道自己的基層不准 鑽跑宮廟可以有得救嗎 等一下要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至於兩岸之間我們特別關注的是 這個漁船事件 這個中國這邊是來了一艘快艇 然後呢這個我們要這個嚴正執法的時候呢 挑釁我們的海巡署 並且是拒絕領檢 結果四個人掉下海裡之後 造成兩個人不幸往生 第一時間掉海的時候 海巡署是立刻把他們救起來的 不過中國抓著了這個辮子 開始大肆批評民進黨政府 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讓他過 我們要來好好的看 這件事情究竟有哪些的問題 而中國是不是企圖 除了海峽中線之外 現在連大家有默契的海域界線 也要一再的破壞 除了我們的漁民生存權之外 還包括利用這件事情進行的文攻武嚇 以及台灣還是有人持續唱賀 搞不清楚狀況 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好好地來討論 先來介紹一位來賓 主要是資訊媒體人王瑞德 國民好 大家好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黨王一川 再來介紹是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政治朋友 吳靜穎 大家好 我們介紹的是 資訊媒體人朱銘玉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 資訊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事實 我們來表達歉意 邊致歉 邊罵民進黨 內推違憲臨時會 被立法院長韓國瑜拒絕 這下不求 但傅崑崎說 是部署犯錯要成全 在先喊出臨時會 要何奎承見人到立法院 針對食安議題說明的 就是傅崑崎 如今推給幕僚物質 往前推到2月7號 傅崑崎辦公室發布新聞稿 也是寫即日起 整台連署 要求最快2月17號之前 召開臨時會 當時國民黨團一一天的新聞稿 媒體導臨時會 開臨時 那而體面媒體報導 胡遜民南偉互動 黨團在新會期首陣 就能搞清楚相關規定 手法上確實粗糙 連立月秘書長周萬來 也覺得不妥 黨團群組周五一早就在討論 表示一定要更熟悉意識規定 以免強快衝破頭 鬧笑話 重傷 整體形象 好 我們來看看 傅崑崎看起來帶著黨團致歉 大家跟他拚命 衝錯地方了 2月17號要求開臨時會 沒這回事的 其實翼川兄在前幾天講的 很清楚明白了 這不叫臨時會 這叫做臨時開會 臨時的提前開會 好 那麼2月17號維持 朝野協商 20號邀請 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來出面報告 然後就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不願意透明 這個表示名字的馬 不想捲入戰火 他說沒有搞清楚規定 手法粗糙 連周外來都覺得不妥當了 我們這幾天講得很清楚 2月開始其實就是開議期間了 沒有所謂臨時會的議題 犯了這個錯 傅崑崎道歉還要懲處人 他該懲處的是他自己吧 瑞德 沒錯 事實上還要人家背黑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傅崑崎啊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他號稱說 他揮舞的以天劍屠龍刀 要在立法院裡面 要對付這個民進黨柯建民 結果沒想到一招 乾坤大挪儀就把他打得團團轉 而且打他一個耳光的人 竟然不是民進黨是誰 是同屬中國國民黨的立法院長 韓國瑜 我們必須坦白的說 韓國瑜這一次這個傅崑崎事件 他全勝 而且他奠定 真正的老大 國民黨在立法院老大 是我韓國瑜 不是你總召傅崑崎啦 那傅崑崎事實上 從這件事情裡面呢 也不讓人家看破 也看破也卡住了 因為傅崑崎太久沒有當總召了 他上次當總召的時候 是個傅民動來的總召 傅崑崎太久沒有跟秘書處聯絡了 所以呢 秘書處根本不需要聯絡 因為跟黨團聯絡的人 黨團的規矩是這樣 所以才會鬧一個下發 去罵民進黨說 你們跟秘書處的那個 整個對話說不要召開這個臨時會 這個公文是哪裡來的 才會鬧這個天大的笑話 還有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急著要表現 所以才會出現 現在不是要懲處黨功說 是黨功 因為過年期間兵荒馬亂 所以把專案會議物質是臨時會 這是他講的嘛對不對 我問你啊 你這個總召是在做什麼用的 你是幹什麼吃的啊 為什麼 臨時會不是你們提出來的嗎 一個文書作業黨團的一個文書作業的錯誤 那你也應該在他出去之前 立刻就更正 然後呢 在發現以後立刻把臨時會給弄掉 然後現在說民進黨 民進黨抓著臨時會三個字不放 然後這個是政治口水 臨時會三個字的重大錯誤 就是你貨困其弄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凸顯你對立法院的意識規則 根本就不了解 凸顯你對中華民國憲法 根本的認知是不恰當就對了 不夠犀利嘛 所以你依你這樣的倚天賢跟屠龍島 我說臨時會笑破人的嘴 很簡單 因為就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的 這個等於說 把相關的違憲的這個條文嘛 那除此之外呢 那麼因為這件事情也剛好給這個 韓國瑜呢 一個天大的機會 為什麼跟阿樂隊 你可以發現傅昆奇啊 那麼因為現在國民黨是第一大黨 所以掌控立法院 他本來想要大展宏圖 沒有沒想到起手勢 但是我問你 傅昆奇在公布之前 在處理這個所謂的 號稱是黨工物質的臨時會之前 有沒有先打個電話 有沒有先請示立法院長韓國瑜要怎麼做 他打算怎麼做 有沒有 一定沒有嘛 有的話不會鬧那麼天大的笑話嘛 所以韓國瑜很簡單 他找來這個最熟悉立法院議事規則的 周萬來秘書長直接把你打回去 我用議事規則打回去就好了嘛 最後還不是回到2月20號立法院的開議啊 所以從這件事情裡面看 那麼陳建仁今天去也很有意思 因為行政院院長 代副院長啦 代秘書長啦 禮貌性的拜會 先拜會立法院長韓國瑜 緊接而來再去拜會國民黨 民進黨跟這個民眾黨嘛 所以啊 傅昆吉當他來講說什麼 要針對希望行政院長陳建仁20號 要針對過去8年的食安問題 做這個什麼總體總報告的時候 那麼陳建仁直接淡淡笑笑的打回去說 他一定會做詳細的報告 不管是淡啦 不管你的那個所謂的什麼 到底有沒有台中的瘦肉金等等啦 以便跟過去更早之前8年執政的時候 他擠的是國民黨的這個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做一個比較 結果呢 軟釘子又打回去 傅昆吉啊 沒錯 他這個字是說 8年食安工作成果如何 我們會仔細樂意跟大家說明 比較起前8年有什麼進步 對 所以陳建仁軟軟的又被打回去 所以傅昆吉第一個巴掌被韓國瑜 打下去 第二個巴掌又被陳建仁打 所以他滿盤皆輸 這立法院這個戰場不是作秀而已 當然不是 講的是程度跟知識 行政院長陳建仁他是什麼程度的人 他是工衛專家 沒有錯 食品衛生也是行啊來的 要來請教 好好請教 不要什麼事情都還沒搞清楚 就說什麼貪污腐弊 你就舉個例子嘛 老師講那些含糊的 好了 馬上要登場了 政策會執行長很忙吧 還沒出手幹嘛 郭明東 程度這樣 怎麼會這樣 這立法委員要叫行政部門的官員來報告 隨時都可以報告 臨時開會跟開臨時會就差一支而已 那個開的順序換不掉了 就是這次傅昆吉要撐出黨功 就是因為打字的時候打錯了啦 這是第一 哈哈哈 你把他圓過來了就對了啦 鞏固傅昆吉的領導中心 不然國民黨就整個要散國去了 第二個 傅昆吉這次因為 假如說要叫行政院長來報告 所以他的邏輯就說 直接他越不怕了 就是說要叫你來報告就對了 後面什麼行政程序 那是立法委員要去處理的 教我們無關的 就是要開會啦 就是要開 直接衝下去 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他要衝這件第二件事 他要先跟韓國瑜說 叫得利 他要先跟韓國瑜說 我們要開這個臨時會 他院長是女後韓國瑜做的呢 他本來是要選院長的呢 他也要把他支揮一下嘛 韓國瑜總是說 好不然你們送起來 我們照程序來走 我判斷他沒有打這個電話 他就直接跟路後走 第二個黨團內部 黨團內部應該是 叫我們同一時間之外 要開臨時會 黨團內部沒討論 沒討論 就大家知道要開會啦 可是那個名詞 可是臨時會這三個字 一出現以後 被整個一直打一直打的時候 國民黨都沒有反應喔 國民黨五十幾個立法委員 沒有一個歡迎喔 沒有一個說 不行開臨時會 臨時會照規定不行啦 都沒有人有反應喔 有反應是這一兩天的事情喔 才發現說不要糾結在 臨時會三個字 這兩天的節目上的討論 才有這個立委 國民黨立委說 欸不要再糾結 臨時會這三個字 代表他們發現 他們已經錯了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 為什麼在臨時會開不成 在規定上就開不成 這所以一定是周萬來出手 跟這一個韓國瑜講說 第一開不成 第二 那如果要開 要朝野協商 那朝野協商會成嗎 朝野協商 內部在開會的時候 會成嗎 這是韓國瑜考量的 韓國瑜有必要 為了傅崑奇的 這一個提案 召開一個 不會成的朝野協商 丁桿朝野協商成功了 那第二次的朝野協商 如果一台台灣家 大家剛才說 道理 公公的組案來 一句說沒辦法開 韓國瑜就沒辦法全台會 所以他知道不能開 接下來就是在政治上 韓國瑜跟傅崑奇的關係 韓國瑜不是傅崑奇的 小孩 對啊 韓國瑜現在 他把自己的位置拉得很高 他現在是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 他不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院長 所以大家要叫我這個院長 出來朝野協商 我們大家叫整機來 整機誰說就算 周恩來 周恩來說就算 因為周恩來 知道這可以不可以嗎 周恩來 我判斷周恩來是政治上 他不會說特別去掩護什麼人 可是他會去改稅 這些法令有幫忙什麼 我判斷周恩來會做這件事說 這個好像也可以 這個這個完全不可以 他會做這種判斷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他如果去召集了這個朝野協商 確定要開這個 所謂的臨時要開會這件事情 對韓國瑜有風險 然後呢又會讓這個傅昆期 在這一次裡頭 傅昆期比韓國瑜他們大 他就直接說我沒了 我沒開了 開這個要做什麼 然後可是這幾天又有個變化就是說 不然20號要開議嘛 啊19號來朝野協商 有啦有啦有要朝野協商 19號朝野協商什麼 19號朝野協商就是說 這個史安報告 叫施政報告 總執行的施政報告 是要一起分開 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然後20號23號 哪一天要先做什麼 19號就下禮拜一 要開的那個朝野協商 是要討論這個順序而已啦 有沒有開朝野協商 有啦只有韓國瑜出來開 但是就跟所謂的臨時會 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總結起來 就是接下來傅昆期這個總召 在黨內講的話 大家就開始查法條了 對 他打問號 總召說的 那敢不接幾天 不然來問一下周安來 你說的對 這樣不解釋什麼啦 彼此的負信基礎 會很薄弱喔 而且傅昆期他在衝 在衝撞的時候 下面的這些黨團的成員 一定會摸摸的 一定會繞繞的 跟著他衝的昨天就受傷了啦 一定會成立傅昆期沒有在的群組 大家討論 應該不容易吧 傅昆期沒有在的群組 可以活靈活現啦 先討論一下 然後再上去 要不然越遠之你去去問看看 那傅昆期在那個 你上去問一下 越遠之說我有什麼要問 你怎麼沒要問 追下來就會分裂成很多的 越遠之說上通告很忙 所以喔 接下來傅昆期要重新建立起這個危險 這一條都還沒對外喔 這條都還沒去說到政黨給我政黨 還沒說到立法院 行政院喔 都還在立法院自己的內部 關於這些程序問題 整個黨團就要重新調整人事 搞不好傅昆期剛好趁這一次喔 跟我們黨團的走力 整個青青的 全保換他的人 然後他就能夠一條邊 對我正要問你這個 發生這次第一集的錯誤 他們那麼多碩博士沒有一個人發現 居然要一個黨公扛了 對 所以黨公扛就說 你們怎麼沒後面 順便親一親 全部親一親 因為那都不是人啊 傅昆期如果趁這個時候 就剛好親一親 整個黨團都是他聘用的 那他以後這個一條邊的這種貫徹 搞不好會更徹底 你有沒有簽了一個 是那個時候的聯署 很難回答耶 但不確實在大 我簽了 但不確實在大 一個是被提回答拐了好幾個彎 此生立委賴士寶 對復婚期主張的臨時會 當場開啟議事 是小學堂 傳出超過11位欄委 美聯署黨團的臨時會主張 包含軍系陳永康 行客立委羅志強 還沒開議總召微信救手衝擊 就連在花蓮舉辦的共識營 也陸續有欄委表態 興趣缺缺 三天兩夜共識營 選在復婚期大本營花蓮 24號團結晚會 25號聚焦立院工訪課程 為人會分組討論 26號花蓮在地考察 但當週末適逢元宵節 讓去日立委們很傷腦筋 敏感問題通通不回應 傅昆期的挑戰 先從黨內來 就怕共識營靈靈落落 國民黨17號特別 把新聞稿強調 贏隊是為了強化團隊及戰力 要大家踴躍出席 幫忙催人氣 真的很聰明 群組沒有他的 也幫國民黨的 想好了 黨團的人 親一親也幫傅昆期想好了 所以我要請問一下 這個小評語 到底立法院是怎麼回事 傅昆期怎麼了 這起風波藍營的基層支持者 怎麼看 還是已經成立群組了 群組是一定會弄的啦 我覺得兩個老大 傅昆期 你說會犯這個錯誤 當然是大意嘛 還有傅昆期 因為院長本來是他 讓了算了 連傅昆長都沒有 就算他身心靈 還不是一個很穩定的狀態 現在 我也幫他講過很多字話 我覺得很差異的是 他有進步 傅昆期有進步 我這樣被搞 我沒有一句怨言 我就接了總召 他總召很強大 他當然很強 所以賴斯堡 連選都沒選就退了嘛 好 所以呢 我講他現在 心裡是不是還是有氣 可是還是要放下來 有時候 欲數則不達 急就會犯錯 這第一件事 第二 傅昆期是黨團老大 沒有問題啦 黨團難道我們52個成員 其他51個都沒有發現 這樣子在法規上有問題嗎 一定有 可是因為 他的權力還是空前的 所以連這個都沒有反駁他 他是一個權力空前的總召 立法院黨團老大 無疑是福昆期 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的老大 當然是韓國瑜 因為他不是韓國瑜 是院長 你知道他是機關首長 一年有幾十億的預算 他是首長 人事預算 他都有 所以沒有人可以挑戰 立法院長的 在立法院裡面的地位 認為總召就可以影響他 那都是講外行話 兩顆太陽 我這樣講 一個是黨團的太陽 一個是立法院院長的太陽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不精準 幕僚丟出來的東西 最後研究結果 我不太清楚 我們黨團最後決策怎麼行政 盧秀苑跟王必勝都已經休兵了 就是 就是這樣大概就結束了 而拿一個休兵的東西 可能在實驗室裡面才污染到 或怎麼樣 因為還沒有查其他肉 連你都覺得是這樣對不對 可能性最高嘛 你在政治道 有一集你請我去 我講法跟國民黨都不一樣 所以一個是已經中央跟地方首長 修兵的一個公共政策議題 我們就拿來為了這個而來開 我認為小題大作 因為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因為這樣的攻防會有幾十樣 更別講說什麼恢復中天 什麼軍公教退休替代率 什麼那更大的玩意有黨產 那在後面大家等著瞧嘛 你這樣講一講 年輕人都想說 好才沒有投給國民黨 所以現在我們要搞清楚 現在我們是雙重身份 第一個我們在立法委員 就立法院長是我們做 立法委員的數字 我們是在吵 立法權我們是執政 可是在行政權 我們是在野 那是當然是你們是做總統 等等 所以在身份的拿捏 在立法院裡面 你要有執政黨的枯勢 以及穩當度 穩定度 可是做成好的共識以後 那對民進黨當然是殺無色 什麼什麼還願都在立法院進行 所以還在韓國瑜的老大 立法院的老大 跟我們黨團老大叫傅昆奇 的謀和集 還要多溝通 我認為是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所謂簡單來講 傅昆奇第一個 臨時會這個低級錯誤犯了 第二個 明明如雪人想下車的 這個瘦肉精事件 居然還拿出來 要叫陳建仁報告 這是他第二個 可能判斷有失準頭的地方 其實我們真的是要提醒傅昆奇 花蓮跟台北 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場域 不是你說了算 還是要有很多的累積跟基礎 來看一下 這個2016年的新聞 當初發生了這個大地震 美農發生瑞士規模 6.4的大地震 台南甚至有好幾棟大樓 共振效應倒塌的時候 當時就有想說 要不要這個提前開議 就是說 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叫臨時會 但是確實就清清楚講 提前開議這件事情 最後其實台灣人就算吵吵鬧鬧 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 真的是大家攜手同心 所以那時候不管立法院爭執的怎麼樣 大家覺得說立法院全力協助 讓我們行政團隊 第一就是好好救災 不要搞什麼提前開會這樣的事情 讓我們的首長專心去做事情 任俊這起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現在 包括議題的選擇 包括了很多基本的嘗試 都不足的情況之下 傅昆琦首戰算是 人家是完勝他是完敗 首戰完敗之後呢 真的使得他的領導威信會大為下降嗎 這我覺得傅昆琦今天講說 他要依規定去懲處說 因為這個文字物質或幹嘛 其實我覺得對他的黨團來講 對他的黨團幹部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你黨團要出去的任何的東西 而且還包含洪孟凱 還多次受訪講說什麼 沒有啊 沒有收到什麼通知 所以你們從幹部自己認知 就叫做臨時會 那你今天把這些所謂的幕僚 推上火線說要去懲處 我不知道這以後你的黨團 怎麼去幫你這個總召 很難去運作啊 這第一個 第二個搞不好他 私底下就講好了 就講說我們就大家瞧一瞧 反正就你們就出來 讓我有個台階下之類的 所以你剛剛提出來 是不是像2016年的這個案子 但現在對立法院癥結來講 就是說我已經報導 就是要開會的這件事情 跟我臨時開會 就剛我覺得益川那個解釋很傳神 到底是臨時會 還是我臨時要開會 這件事情其實是完全天朗地別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只有復昆其敗 因為你看到是很多人都上車 那你上了那個車 韓國瑜是不上車的嘛 而且韓國瑜多聰明你知道嗎 你說韓國瑜說接下來要去協商 說什麼食安 你說去跟這個 是不是要跟盧秀燕撞或幹嘛 沒有啊 你如果看他協商的開會通知單 他是跟你講說什麼 你看他真正用詞 他也完全不提盧秀燕啊 他是跟你講說什麼 什麼執政八年 什麼食安問題 他沒有要跟你糾結在這件事 因為韓國瑜也知道嘛 如果今天在糾結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難看的會是誰 我認為很有可能是國民黨自己本身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國民黨有一個迷思啊 他一直認為說現在他是國會的最大黨 國會最大黨的這件事情 雖然你是52加2啦 加2我都先不要算 因為人家畢竟不是國民黨籍嘛 52你還要再扣掉2了啦 因為你的政副院長沒辦法表態嘛 基本上因為要行政中央 所以你就剩50啦 那你就只好緊抓著那兩席嘛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看像這一次 他們一直在講說什麼韓國瑜 還沒財事還沒關係 還有一個人叫江啟成 他是副院長 你們直接就忽略他了嘛 那你去問一下江啟成很難嗎 也不會嘛 所以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玩得很難看 可是我必須講 就是說國民黨認為 最大黨的來自於是他是52席 對不對 可是他忘記了一件事情 立法院為什麼會有黨團 因為黨團就是 我今天你有三席以上 黨團叫做一樣大 雖然我們還是覺得有大小 但是真正在協商的時候 為什麼黨團就是我保障小黨嘛 那我如果黨團都一樣大的時候 你還要強調說 我是大黨 我是大黨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你就看民眾黨超聰明的 你知道 他就在旁邊就是喇一句喇兩句 然後隨便講一講 你看他們去陳建仁去拜會的時候 他們也是跟陳建仁握手笑得很開心啊 然後你看到遇到那個說什麼要開會這件事情 你要黃國昌說什麼 黃國昌說 沒有啦 我如果當時不要隨民眾民進黨起舞就好 就不會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可是你知道嗎 當時那個黃國昌啊 他那時候是隨著韓國瑜起舞欸 他那時候是講說 哇院長都已經這樣才是都已經講了 我們承受不起啦 這樣子我們要合合七七八 根本根本不是民進黨的問題嘛 所以我就講說說國民黨現在 黃國昌現在很明顯 他一切會衝著民進黨來 當然嘛 他跟民進黨很 不是結了什麼大仇 他對著民進黨 但我覺得啦 黃國昌最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吵完鬧完了 我還是要回到體制裡面 所以你反而看到這一次臨時會 你的這件事情 黃國昌沒有跟著國民黨說 我們一起衝啊 我們一起打 他反而沒有 他反而在那邊 哎呀我就講一講風涼話這樣 所以我覺得對於國民黨現在自己本身來講 他必須要去思考 是其實民進黨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去做任何主動式的東西 因為很簡單嘛 國民黨真正的敵人在哪裡 其實不是民進黨 我剛剛講嘛 你如果真的要斷席次 那也是到最後大院要表決的時候 大家才比拳頭才有用啊 你其他真正要面對的 其實是另外一個黨叫做民眾黨 因為你很清楚的知道民眾黨已經跟你講 四年後我就要跟你拼嘛 所以如果民眾黨跟國民黨之間 在那邊有這個所謂的進和關係的時候 到底是進為重還是和為重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自己真的必須要去思考清楚 所以這一次其實對國民黨來講是非常難看的 你知道下禮拜要辦共事營嗎 其實我覺得很蠢你知道嗎 你應該這個今天趕快辦 因為你都沒有共事了對不對 你還要再搞一個禮拜 開議的時候還要再玩這個事情嗎 就你下禮拜搞那個三天 其實那個共事營不去會怎麼樣啊 因為敏鋒昨天說好多 他知道的好多欄尾其實不想去 其實每年都 當作很閒嗎 還要跑去花蓮 每一屆都有共事營啊 沒有這麼負責 你就去花蓮第一天是報到晚會嘛 第二天就是早上那個有開會有講話 我老實講朱立委員去講話 我不知道幹嘛 你還不如請周恩來對不對 跟他好好講講議事規則 該怎麼做 因為他們不是重點是要議事攻防嗎 然後還有什麼那個質詢技巧啊 或什麼的 你說韓國瑜懂多少 韓國瑜不過就剛上任而已啊 韓國瑜最聰明的就是說 用了人之後就聽人家專家的 當然啦 自己不要多說話 韓國瑜接任院長之後 一部分在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腦袋清楚 到底國民黨現在第一敵人會是誰 要不要想清楚 柯文哲沒休息啊 柯文哲開始東部行程了 因為他發現說 你看那個苗栗 他可以拿得不錯的票 苗栗的結構 以往其實都是誰的 都是國民黨的 這個東西 他居然有鬆動的機會 那麼東部國民黨大本營 他怎麼可能會沒機會 怎麼可能不試試看呢 來看看喔 花蓮去了聖安宮慈慧堂 還去看柴雨館 到了宜蘭看新城保安宮 這個開始嗡嗡嗡 來看他今天的行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華聯合體自家民眾黨立委林一軍 替立委服務處接牌 為強化東部地方組織 柯文哲下午一連四個行程 也都在華聯 指導傅坤旗大本營 前天柯文哲到台東 不只國民黨籍的台東議員 陳宏宗宣布跳槽民眾黨擔任 台東黨部主委 還牽線柯文哲與台東縣長 饒慶林見面 甚至還傳出陳宏宗當面遊說 饒慶林加入柯陣營 柯文哲第一幫招兵買馬動作多 國會部分也主動向藍營釋出善意 但相較藍白和有苦 是否有綠白合作可能性 據瞭解綠營有兩派意見 有人認為應堅守主體性 也有人主張不該是鐵板一塊 要遇事俱進 來小萍你發現這不是他獨創的 往東部走他是有師傅的 就宋楚瑜啊 宋楚瑜拿兩種票是游離性很高 而且那種當國民黨盤越大 他是屬於泛藍嘛 明白 綠了一票都不會投給他嘛 這基本常識嘛政治 簡單講就是原住民嘛 台東花蓮嘛 然後以及客家村嘛 這是宋楚瑜最強的地方 他跟宋楚瑜也有切絲萬里的關係 是總顧問 當然黃沙特也會出一些主意嘛 去嘛 這樣挖一兩個人 他就有跟了 當那邊有跟的時候 那邊沒跟跟有一點跟 你看金門馬祖 民進黨也推個人 有人在去選的時候 就從幾百票變幾千票 這個很厲害 這玩樂你知道嗎 當有黨的時候 金門也拿得還不錯對不對 現在金門已經有一點 當選不上選議員選得上 以前說議員選 民進黨議員選金門議員 就跟他們笑死大死 很多事情就變 像消滅行到花蓮去弄 花蓮雖然這麼 這麼這個藍 可是因為他去又有一些 一些美感是什麼 因為原住民不可以投國民黨的 原住民投原住民 總統就很有用 立委就未必有用 在花蓮台東 縣長也有用 縣長也有用 因為佔了二三十趴 那個很大那一塊票 花蓮的族群啊 客家四分之一 原住民四分之一 我們傳統講的本省級四分之一 然後這一個所謂的外省級 就當時疫苗的也是四分之一 這個是花蓮很特別的 我的預測 他進攻了台東花蓮的原住民 進攻了這個苗栗的客家村新竹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而且站到邊 那叫做桃園 桃園的結構也跟你講有點像 就都有都有 桃園客家也多 但閩南閩南五十 客家跟外省人都二三十趴 原住民少 所以他一定會從族群下手 你等著看吧 柯文哲 好這個 所以這個我覺得柯P看到了 這個Grace老師在笑他 正立法院 我今天不正立法院了 我走東部總行了吧 有一個議題 因為大午相要補選 所以柯文哲要去走動 他找了這個陳恒忠 從中一直以來都跟柯文哲認識 所以其實這一些人選 對我來講 並不是說我總統選完之後 我為了2028之後 趕快去佈局走這個所謂 這個什麼 開始要深耕基層了 陸軍 但我覺得還好啦 那重點來了 柯文哲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如果要認真做 今天柯文哲如果真的 要朝我們這個小平議員講的路線 認真做的話 他怎麼會想要去學我們網紅 學誰 王毅川啊 對啊他幹嘛學王毅川去當什麼政政會執行長 對嘛他可能覺得哇阿川這麼紅 當政政會執行長我也要去當 對不對 那他們兩個可以上演那個文藝清廉 文藝清廉 文者的文 他們可以辦辯論會啊 而且王毅川的題目一直都大家都會背了嘛 他的辯論的第一題就是 白色是不是最容易髒的顏色 這一題柯文哲指引長 請你準備好 畢竟剛剛柯文哲已經說 他要遞他的橄欖枝了嘛 這題沒有武德 因為白色很容易髒 哈哈哈哈 他說跟這個 題目是要解剖 對 綠竹底也不公平 答案忽之欲出 那他為什麼要持續興風作浪的原因啊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曲線圖 大家要知道這個高峰這樣突出來的2月1號 就是韓國瑜 他這個選上院長的那一天跟柯文哲 你看聲量其實差了8倍多 然後一直走過來你會發現2月5號開議 決定只是決定開議的日期 韓國瑜又一波高峰 柯文哲都在下面 我跟你講他從2月1號的那一天 其實跟韓國瑜已經走上生死交叉 黃金交叉線了 韓國瑜就上 為什麼韓國瑜他只要準時上班 還不一定準他只要出現 就有新聞 柯文哲要怎樣 騎腳踏車7點半 到才有新聞 所以其實這個程度已經差很多了 另外我要講就是說 大家知道韓國瑜表現 昨天一片網友都喊太離譜了 韓國瑜怎麼那麼正常 居然會取消林思惠 你看只要韓國瑜只要正常 只要上班 大家都拍手好棒棒 對你看他昨天 祝大家甜蜜蜜 宋春蓮 英文講得還不錯 沒有只有How are you 大家就想說韓國瑜還會接待外賓 所以你看這個韓 這個柯文哲壓力會非常大 因為他的聲量 如果他沒有持續的不斷 那麼他就會沒有聲量 結果會非常危險 因為我要講 韓國瑜會用人 柯文哲跟韓國瑜差別在哪 韓國瑜懂得用人 又懂得尊重專業 但是柯文哲把他最親近 最了解他的女人先砍了 這絕對是韓柯文哲最 我覺得他這個應該是最錯誤的決定 那加上柯文哲對於人事的佈局 他都是有想法 但是他不敢拍板定案 那他不敢拍板定案的結果 就會造成蔡壁如 直接就直接去台中市政府上班 那你要知道其實一直在2022的 這個佈局的討論上 其實一直都在想要不要在台中中部 也就是佐水溪不要到以南 以南會死得很慘 現在佐水溪以北一點點的台中的部分 去開那個所謂中部辦公室 但是柯文哲一直都沒有去下這個決議 因為中部辦公室如果開下去 會以誰為主 以前每一個立委都有負責的選服 蔡壁如就是負責這個雲林 加益的 然後他跟台中的又很熟 所以呢 就不願意設這個地方 連這個也不給 就沒有要設 他讓他設之後 頂多給一些事務費嘛 其他還不是要蔡壁如自己去處理 對啊 連這個也不給 那是蔡壁如對台中 對於白的掌控力 那就如虎添翼 又有如藍 又在台中有負責一些事 那蔡壁如就老虎長翅膀 如虎添翼 那不一樣 柯文哲選總統的人耶 就是杜亮的問題嘛 而且我覺得就是我們講回來 講這個網路聲量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要感謝我啊 因為我也沒有新聞 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跟你講 今天戰國策的頭子 我的前輩 我尊敬的前輩 這個現在是立法委員 他見到行政院院長 他抱怨 他抱怨什麼 報告院長 我發現現在有這種叫做 策略性的計謀 叫做悔科計畫 又來了 又來了 他居然在行政院院長跟你拜會的時候講這種話 是他們公司的一個計畫之一 還是說 他認為說 他必須 他覺得說這個有新聞讓柯文哲 柯文哲大眼看到說 真的有悔科計畫 那可能他們的預算才能簽過嘛 這樣子才會有人叫做 賈老二保衛戰 所以我是覺得民眾黨也很奇怪 他們的立委在溝通上 我覺得非常有問題 怎麼會跟行政院長講這個 對 他可能以為有聲量 但他的聲量只會存在於什麼 可能只存在於討好柯粉 那其實中間選民 他根本其實就聽不懂 好 今天他這個Grace說 這個柯文哲有聲量 要感謝你 但是你還說他要特別感謝蔡壁如 過年期間沒有蔡壁如 柯文哲都沒新聞啦 今天又有一條大條的 除了前幾天蔡壁如的專訪之外 今天有一條新聞講什麼 不知道是誰放出來風聲說 本來有考慮給蔡壁如 在黨中央 回黨中央的 給她的是副主席兼秘書長的職務 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嗎 不過接近蔡壁如的人是說了 蔡壁如其實第一順位就是民眾黨 偏偏柯文哲的個性 遲遲未絕 而盧秀燕又遞出了橄欖枝 蔡壁如 柯文哲就會這樣漸行漸遠嗎 我常常講說這個蔡壁如 現在是怎麼後宮徵環症 演到甘露式修行 但是這個網友都說 這個太老太老了 所以我是在換一個梗啦 蔡壁如現在的角色 比較像年羹咬 他現在真的就是被流放啦 還是很老 還是很老 比較新嗎 現在這個蔡壁如跟這個 柯文哲的關係說實在啦 就是說在年前的時候 他們那個討論 確實是有要給蔡壁如 副主席的這個一個位置 那只是說因為副主席 你還要考慮到規章什麼的 所以一起在討論中啦 那今天這個報導是很有趣喔 他是講說蔡壁 柯文哲在年後的時候 找過蔡壁如 然後蔡壁如呢 是直接跟柯文哲去要說 你要我回來 那我要副主席兼秘書長 今天的報導的方向是這個 那我有稍微去問一下啦 我就說 秘書長才有實權啊 對 但是我問的是說 蔡壁如應該是要給 柯文哲一個軟釘子啦 就是說你根本不可能給我嘛 那你要我回來 我就跟你 我就跟你要一個不可能的位置 就讓你知難而退 因為秘書長其實是需要人和的 那事實上蔡壁如 問Grace就知道嘛 蔡壁如在民眾黨的人和 並沒有那麼好 雖然說他有一些自己的人嘛 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的人 還是對於蔡壁如是很有維持的 包括他用人也是有一些亂七八糟 有一些me too事件什麼的 那所以他就是故意跟柯文哲講說 好 你要我回去 我可以 我要副主席跟秘書長 那柯文哲當然這個就圈圈喳喳 不可能 所以確實是兩個人 而且我這邊在提醒大家 這個在講一件往事啊 事實上蔡壁如之前有起心動念 要去跟柯文哲選黨主席 就是壞在這裡 吃得雄心爆自膽 因為這有兩件事啦 第一個就是說當時他的這個論文案嘛 被逼退被高宏安什麼什麼的 就是被逼退就要辭立法委員嘛 再加上說他也不爽 柯文哲把2022年敗選的責任 全部都都就是 全部都歸咎給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那時候就沒送耶 就他就跟柯文哲講說 現在要比是不是 我也可以跟你選當主席 所以那時候才有報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有什麼人頭黨員啊 就有什麼500個人頭黨員突然入黨啊 那時候蔡壁如起心動念 要跟柯文哲去選黨主席 所以你看他都想要選黨主席的 他怎麼會跟你要一個副主席 跟一個秘書長的位置 這是就是說我去還原一下 當時的一個歷史事件啦 那回過頭來 現在看起來柯文哲 反正你如果不能為我所用的話 我就把你留放邊疆 就黏根搖嘛 反正現在你台中 台中是你要去就給你去啦 那因為現在柯文哲沒在怕的原因 是他旁邊還有一個黃珊珊 現在黃珊珊 因為大家都講說蔡壁如是血滴子嘛 很好用 會去執行雍正的指令 那現在對於蔡壁如血滴子的角色 現在黨內有另外一個人可以用了 這個人就是黃珊珊 那黃珊珊現在 就等於是另外一個血滴子 你看了 而且他當時 你看黃珊珊那時候在這個敗選的時候 還有給柯文哲一個愛的抱抱擁抱 反正你要溫暖 我可以給你溫暖 你要這個 我可以乖乖執行你的指令 那反正現在黃珊珊 可以完全替代蔡壁如的角色 所以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講 那當然蔡壁如 你現在就是黏根瑶流放邊疆 你現在在那邊給我安分一點 但是我最後一件事 我還是用政治渣男 這四個字形容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為什麼政治渣男 我覺得黃珊珊也不用高興太早了 黃珊珊 你看到蔡壁如的下場 未來我可以斷言 就是黃珊珊就是下一個蔡壁如 反正就是黃珊珊 現在 特別是台北市長再選選不好的 你等著看吧 反正黃珊珊現在是德士 沒錯 然後再加上立法院 大部分都是她的人 黃珊珊下一次不會選得比上次好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如果過二十 她還有多少價值對不對 會選個18%台北市 好 大家都在唱隨她嘛 所以黃珊珊可見 一定是下一個蔡壁如 那反正對於柯文哲來講 那你這個寫滴子沒用了 我下次再換一個寫滴子回來 得到黃珊珊失事 或是他們兩個失和之後 那柯文哲又會再想起 現在在甘露寺修行 蔡壁如好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蔡壁如再回來就好 對 就會再回來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關係 永遠都是很有趣 所以不是真的分手了 現在在藕斷失聯之中 你要說年根搖也好 或是在甘露寺修行 就是他們現在就是暫時先先這樣 相愛三十年以下分手不容易 相愛相殺 而且又有她的小本本 什麼時候就要給盧秀燕 她還很擔心 好 立法院要來開議之後 邱毅說國民黨要準備三大招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判斷的 哪三大招呢 第一招就是曾經人施政報告之前 先進行食品安全的專案報告 第二個就是說 台糖豬肉的瘦肉精 是不是要好好的講一講了呢 那其實相關當事人都要下車了 我不知道邱毅這時候 又要再提出來幹嘛 第二招呢 立法院成立特徵組 清查過去八年民進黨 各式可能的疑似案件 瑞德 國民黨已經有一些專家出來為立法院的調查權背書了 他們說立法院的調查權並不違憲 不需要修憲 所以應該有一個所謂的立法院的特徵組 你怎麼看 那是國民黨說的 那麼那只是國民黨說的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這一次立法院 當然這個傅昆奇 在這之前為了要吃筋肉碰碗 所以衝出了一個零食會 最後弄了灰頭土臉 那麼他的重點就拿在所謂的食安 你知道嗎 柯文哲現在最希望記者忘掉蔡壁爐 盧秀燕最希望記者忘掉豬 很簡單 結果沒想到 沒想到你護昆奇 哪弧不開提 哪弧就在這個時候去提這個所謂的瘦肉精事件 過年前盧秀燕的瘦肉精事件 這個西布特羅 已經把整個台中市變成縱使之地 食藥署現在又公布 昨天另外在75件驗出來 也是零啊 全部都是零 而且食藥署現在直接 年前年後到昨天的全部零 全國700多件 全是零 就只有你台中市的那一件 對不對 而且你很奇怪 台中市政府很奇怪 你同一塊肉去驗20幾次 那你為什麼不把 同一塊肉的同批號全部都驗 為什麼 因為有問題的話 同一批號都有問題的話 全部都下架 那一二十天你應該有這個時間才對嘛 所以呢現在中央就吃定你了 而且因為各縣市業都沒有嘛 所以中央吃定你了以後呢開會 那麼21號五個不同領域的 包括讀物啦 包括各種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都到 特別邀請台唐 因為台唐這次是重災區嘛 還有台中市政府我看你要怎麼樣 到時候我跟你講啊 到時候21號這個會議啊 比你那個立法院什麼國民黨去要求 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報告 還要重要 而且給你看 因為你因為後來發現兩年才進口不到一公克 有四個廠商 結果竟然台中市政府有跟他們買嘛 有買西布特羅嘛 所以呢你到底是不是實驗室發生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感染事件呢 那麼檢調單位一定要出手 那除此之外 有關於那麼另外一個擴權 就是傅昆奇要擴權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國會成立特徵組 然後的調查權清政權就對了 他們現在說不需要修法 沒有違憲對不對 那是你說的 我說坦白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那一百多年前的孫文搞了一個五權憲法 請周萬來出來講 到底有沒有需不需要修憲 周萬來不是立法院的這個議事規則 所有的程序最了解嘛 一百多年前跟你講的五權憲法 就是五權分立 很簡單嘛 憲法明文規定嘛 所以你現在要把這個屬於 這個監察院的相關的權 你要給他奪權 變成你立法院 好 沒關係 因為你現在過半嘛 所以你要修法 你還是一樣可以給他修法 但問題是直接 那麼請大法官會議釋憲 就是違憲 我現在可以跟你說啦 就是違憲 因為很簡單 不是你們這些人說的算 也不是我說的犯 但是我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上面所說的嘛 那他這樣講說 特徵組要查八年的弊案 有嗎 那這樣我問你啊 那這樣台灣還要需要司法單位幹什麼 還需要檢調單位幹什麼 很簡單嘛 有任何的不法 馬上就去檢舉 現在就檢舉 還等到你成立那個特徵組嘛 所以你就知道 到時候弄了一個法律 然後弄了一個法條 通過了 結果最後違憲 然後國民黨是不是 傅昆琦在內這些人 又被重重的打一個耳光嘛 來人均立北播中 因為其實我覺得國民黨 可能還是要搞清楚一下 我覺得不要再重犯這個 今天傅昆琦所講說 是不是黨團什麼誰誰 有物質文字喔 這是沒辦法物質了吧 因為剛剛瑞德哥提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調查權 第二個叫做這個 就是你今天 譬如說我今天我要調查對不對 那你今天要調查權這件事情 其實你回來看那個585 他不是說你不能調查 但是585裡面有提到一件事情說 調查權是屬於你的輔助權力 所以不是無限制的擴大 當時就是針對你那個什麼真調會那邊 你搞了一大堆事情嘛 那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你今天所要調 行使調查權的東西 必須跟你立法委員 憲法賦予你的職權 要有重大關聯 你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問啊 立委現在到底他要這個權是在幹嘛 剛剛提到兩件事情 一個叫調查權 一個叫聽證權 其實聽證權多數人其實沒有反對 我真的必須講啊 聽證權的爭議其實反而比較小 也就是我如果今天要求你立法 比如我立法委員要求你行政部門 到院裡面來進行這個報告 或者針對什麼事情 我問你 你官員拒絕答詢 或者是怎樣 這個其實多數都都不會反對 可是當你今天要把這個調查權變成 他就說我管你什麼事情 甚至我就很好奇 你說要把他變成立院特徵組 那成員有誰 113個立委全部都是成員嗎 那你還是說不行 你要各自來報名 你今天排班 也沒有這樣幹的嘛 所以我就講 也沒有法學常識 法學概論看過沒有 臨時開會跟臨時會搞清楚了沒有 不然你要來跟我調查 你講法學專家 對付力 光這一次臨時會就搞成這樣 所以我真的還是這樣覺得 就國民黨真的不要一直糾結在這裡 那馬文君要來特徵誰 特徵這個國防軍事案件嗎 對 我不能接受 那我們就回來問 那馬文君要不要進入特徵組 就是這也是問題嘛 因為他自己本身 也有很多的爭議在啊 其實傅君子這樣衝下去了 突然讓這個民進黨台中的議員 有了一個想法 該開臨時會的 難道不是我們臺中是嗎 開得成嗎 還是說議長撞下去就沒辦法了 總要請努媽媽市長 來好好的報告 報告一下吧 不是你報報這個調查員 事情就可以說說過就過 後禮拜這個衛福部要開這個食安會議嘛 也要請台中市政府參加 台中市政府的判斷 應該派一個承辦人來 現在問的時候就是說 報告因為我們今天那個市長 局長處長 另有要說不課前來 特派我來 各位的意見 我們都會帶回去參佐 那不是食安最先鋒 台中市比食安最先鋒 台中市議會理論上 應該趕快開臨時會對不對 他們2月22要開這個程序委員會 3月6號7號才要開臨時會 開臨時會來做專案報告 台中市議會的專案報告 一大都20個專案報告 食安就在20個其中一個 大概報告15分鐘就換下一題了 民進黨全部都講這一題啊 但是他從頭到尾就只有15分鐘 他有20個報告 然後有15分鐘講這個時間 可以答詢啦 台中的這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盧媽媽已經要下車了嘛 等一下我先問你 選前談論這一題的時候 不少來賓名嘴都覺得說 對盧媽媽不扣分 不到現在已經年後了喔 扣不扣分 好 現在台中的氛圍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台中就真的有這一盒啊 對 大家都問說 你們台中為什麼有那一盒對不對 台中市說要問台糖啊 為什麼把這一盒賣給我們台中啊 為什麼不賣到別的地方啊 這樣子 這台糖要出來說啊 經濟部要出來說 那是國營事業耶 那個董事長都是酬庸的耶 他要出來說啊 怎麼會問我們台中呢 不得好才知道我盧媽媽 有這查到 不然那查到可能有人會接下去耶 接下去可能會很嚴重的耶 會打拼耶 我當一個盧媽媽媽媽市長 我守護市民的健康 你為什麼用柯媽的口吻 講盧媽媽的話 你用的是柯媽的口吻 是柯媽口吻嗎 對 好像 就是說我發現了 過年有去拜年是不是 我發現了這一盒 我跟他講說 這個可能這個很危險啊 大家不要吃 我沒有做 台中市民現在也在問說 欸對齁 為什麼我只賣給我們台中 你們台坦要出來解釋喔 所以台中有這個氛圍 對 所以為什麼台中市議會的議員 你看到現在喔 所有議員的臉書 只有一個人叫江兆國 江兆國在質疑這件事情 其他沒有議員在質疑欸 你們台中議員很弱欸 就是沒有這個市民的氛圍啦 對 感覺說 柯媽媽做得很好 我們台北還要求我們台中 這樣喔 可媽媽說的 就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還要欺負台中 那這個調查 我們認為說 這個柯媽媽要解釋 為什麼只有那一盒嗎 為什麼你們去買了那個 西布特羅的那個實驗室買那個東西 為什麼只有這一盒 台中的其他超商其他通路都沒有 為什麼只有這一盒有 可是台中市要問說 為什麼台糖要把那一盒賣給我們 為什麼別的地方都沒有 這個就又陷入羅生門嘛 好 那陷入羅生門就算了 對盧媽媽來說就算囉 結果現在立法院要補這盒就對了 這件事情又被拿出來問 那這個時候了 這個全台灣就會開始問盧媽媽說 為什麼你有那一盒 這個就又陷入到這一題 是對盧秀燕來說 他這一題其實蠻難脫身的 他最後還是要出來解釋 但是台中市議會對他的那個壓力 並沒有很大 沒有很大 沒有很大 然後傅坤你做了這個球 頭痛的反而是盧媽媽 對 這件事情看起來 是國民黨不會被打碰碰碰的嘛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繼續討論吧 再看看社會的氛圍怎麼走 在這個民眾黨的部分呢 剛剛有提到說這個蔡壁如遠走了 但是取代蔡壁如的血 第一子就是黃珊珊了 我想請問一下Grace 所以在柯文哲的身邊 是想要找一個副主席 給誰還不確定 是不是這樣 那麼所以黃珊珊目前是三派獨大嗎 現在是三三小寶貝啦 你要知道三三小寶貝的前任 是安安小寶貝嘛 但安安小寶貝有可能被關關 安安是誰 高鴻安 對 他有可能被關關嘛 所以馬上就被柯文哲給切割了嘛 就變成成 對 秋成遠 那大家要知道安安小寶貝前任是誰 都是秘魯 秘秘小寶貝 都是蔡秘魯嘛 對啊 所以這些人就叫做短暫的工具人 那所以你會發現不管是安安還是三三 他們有個特徵 他們都叫做階段性任務 相信我 因為以前為什麼會有三三派 因為他在副市長的時候 他有行政權 所以他又是母雞 所以他帶了幾個小雞選議員嘛 但是選完之後 他到這個2024你會發現 其實台北市黨 就台北市新北的這些小雞 跟三三也沒有非常的近啊 我感覺是沒有 而且甚至沒有聯合作戰的感覺 也就是說好像地方離中央非常的遙遠 當然這就是三三的缺點 連柯文哲都說他是無聊的律師嘛 那我要告訴各位 有一件事情要觀察 就當然就是說 三三會是 一派會不會是最大派 其實沒有 原因是什麼 原因 包含說 有人可以當過兩次的部分 區列在裡面喔 我以前的同學 馮啟燕 他就是真正的清科派 那另外一些地方 說地方的組織的系統 本來都跟誰合好 其實在中南部 其實都跟是跟蔡壁吾是非常要好 嗯 那另外 大家如果在講說 這個不分區的話 那吳春城 吳春城確實是因為 這個蔡 這個吳春城會不會是也是很大的一派 我並不覺得 另外大家要知道 其實黨主席的意志才是一切 你要發現所有的人 包含最近去當柯總機的 陳志涵啊 最近去當總務股長接電話總機 就是黨團主任 黨團主任 對 因為可能發生什麼事 他就會撥給柯文哲說 啊 大耶 黃國昌怎麼樣 這邊有記者啊之類的 他就是一個總機的概念嘛 所以其實當很多人說 啊 陳志涵叫高生 我並不認為 我並不認為那叫高生 我覺得低救了 其實我覺得他是被派到這個立院黨團 根本是受氣包 你怎麼管住八個限制的公司 很難啊我跟你講 很難啊 因為他其實是總務而已 他不是去管 我們蔡正遠也曾經沒當立委 去當那個有沒有到黨團 這句話就不做了 管不住啦 蔡正遠是正社會執行長吧 曾經當過 他不是主任 他是政策會執行長 執行長還比他大 都很難嘛 主任更難嘛 你沒聽到我的問題 所以政策會執行長沒二者喔 要有心理準備喔 八個立委 他也受氣就不做了 蔡正遠當初 會成立一個群組嘛 陳志涵一定會拉一個群組 加八個立委 九個嘛 重點你一定要拿到部分去後 再看他們觀點知道 那一個九個人的群組 從來都沒有對話了 因為都留在那八個立委的對話 所以他們另外會成立一個 刺激群組又不能被發現 所以他們要叫做白妻 白妻 其實陳志涵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啦 因為陳志涵其實跟我們都同業嘛 因為他以前是記者出身 那事實上 他對立法院是真的很不熟 那你知道這個黨團辦公室主任 其實是很要蠻辛苦 他要統整整個委員會耶 就是說他要什麼未還文教 你怎麼全部都要耶 要統整每個委員會 那他們的立委都蔡嬌啊 主任蔡嬌那有關的耶 可是你要通知立委 你要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我們講六分之一 你是每一個字都要看耶 概念是這樣的 而且還要管到黨團助理耶 所以我會覺得說陳志涵 他去做那個黨團辦公室主任 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挑戰 會很辛苦就對了 我而言那是一種下放啦 那說真的 其實你要知道 我們來講到底誰會是最大派 我們不能忽視的就是 畢竟我是白昌粉 我們白昌粉是大於黃山粉的耶 我們白大於黃的嘛 對不對 重點還有什麼 重點不可忽視的是 時代力量很多的 本來的現任議員喔 是退黨的 這些人會不會納入成為 我們這個白昌的子弟兵 這也是一種可能 那再來 其實這所有人 唯一有獨立性的是黃國昌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幕僚團隊 你去看他所有 不管他的這個人設 跟他的這個募款能力 其實都是 應該是屬於民眾黨 最有獨立性 而且是最大的 所以未來的超派 可能就是我們白昌派 那重點還有人家就說 那那個高鴻安呢 新竹那一派 其實很可惜啦 因為安安會不會被關關 這也是一個問號 如果安安被關關的話 那麼我認為 接下來的大阿哥 就是黃國昌 抱一下 一見到柯文哲 民眾衝上前 討報報柯文哲 一整天五個行程 全都在國民黨地盤 挖臉線 從藍營跳槽白銀的 前國民黨 土發會副主委 林友志進跟在旁 拍大合照時 從藍營挖腳過來的 張天明 和曾任徐珍衛 小內閣成員的江宥辰 也都黏緊緊 不吃藍營 可以全部都會挖腳 這一頭柯文哲 忙著強化組織挖籃槍叫 但才剛被龍秀燕 嚴懶擔任台中市府顧問的蔡碧如 現在爆出 一開始先向柯文哲提出 想當民眾黨部主席兼秘書長 卻被柯文哲以秘書長 在黨內仍何為由 冷處理 因為遲遲沒下文 蔡碧如最後才轉向獨秀燕 那回來應該是追人家趴的 怎麼會知道 是缺人磁力推怎麼會知道 那才會很長 柯文哲口中的別人 現在傳出 就是黨內的親黃先生派系 這似乎也成了蔡碧如 回黨中央最大主力 甚至還傳出 陳正涵已經取代蔡碧如 但現在柯文哲蔡碧如 似乎越離越遠其日的血滴子 恐怕換人黨 我們歡迎今天 新教育來賓水的教室 財經專家憲哥 輝民好 大家好 公民老師黃一中 輝民姐 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敏寬 輝民好 大家好 再來就是旅行業者李其樂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迎來了龍年 龍對中國是別有意義的嘛 所以不是要有中國學者 寫了一篇文章嗎 以後不能翻成Dragon Dragon太兇猛了 要翻成Long 請問沒有想到龍年 其實他們真的要謹慎一點 對 沒錯 那麼人啊 在水盡博 死菜龜 為什麼呢 天災人禍在中國也很嚴重 在除夕之前所發生的 那麼北京的擁河宮 那麼經傳說 有濕火濃煙密布了 那當時很遠就可以看到那個濃煙 撞那個消防車 啊嗚啊嗚一直去 當時官方的說法 各位聽清楚喔 官方的版本說法說 那是消防煙煉 叫大家不要以額傳額 不過問題是消防煙煉那個煙也弄得太大了吧 對不對 消防所使用的那個煙是無害有濃煙效果是沒錯 但事實上你從這個相關的有畫面流出來 看得出來啊 跟所謂的消防煙煉顯然有一段距離啊 連擁河宮都出現這個相關的這個濕火啊 為什麼 因為紫禁城在去年發生的紫禁城有沒有 裡面的最主要的宮殿啊 皇帝相關的宮殿淹水 以前紫禁城要去的時候 特別那個地方就是特別不會淹水有經過設計 就沒想到連那個地方都淹水啊 那除此之外呢 大年初一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這件事情可怕的地方在哪裡 他的為什麼會大家討論的原因 是因為中國在網路上面全部把它刪除所有的訊息 他不刪沒事 一刪就表示可能真的有這個事 是什麼事呢 是山東金船的滅門血案 而且不是滅一家 是殺殺殺殺了好多家 那個搞了半天是因為在當地山東這個村莊啊 他有一個男子啊 他因為犯案 所以呢抓進去被公安抓進去判刑啊 當時他們村莊了 包括他的國小同學鄰居什麼都要作證他 換了這個壞事就做壞事就對了 他出獄了以後 找了另外兩名男子三個人呢 用這個改造丁槍 改造丁槍一樣會要人命的 在電影裡面都有相關的情節嘛 結果是改造丁槍 他們村莊在大年三十的時候有個習慣 大年三十時間一到整個村莊 大家一起放鞭炮 趁放鞭炮的時候殺人 總共殺了五家人 滅總共滅了這個十一個人們 包括滅門啊 總共殺了十一個人 等到因為他們殺人過程中 從三個人這樣分開殺了以後 鞭炮停了以後他們就停止殺人 那因為大家都換鞭炮 沒人知道嘛 所以等到隔天一大早又去殺 總共加起來 目前知道殺超過二十一個人 有三個人這個等於說還重傷就對了 連二十一個人裡面包括什麼 醫副人員 他們奧竊把什麼停動 有人發現了 尖叫然後打電話了 報警嘛 啊嗚啊嗚啊嗚 就載著這個等於警察啦 包括醫副人員趕到現場 他們趁醫副人員下車 然後呢要去救的時候 又殺醫副人員 所以可惡到這樣的狀況 目前為止啊 逮捕了主嫌 然後呢起出了相關的作案的工具 那還有兩個人在逃 重點來啊 中國竟然開始在網路上面刪刪刪刪刪刪刪 把相關的訊息刪掉 中國每次一刪就有問題 那如果你不刪的話呢 可能說公安出來辟謠啦 說沒有這回事有沒有 這個純粹是幹嘛的 可問題是他開始把相關的訊息 他可能中國的想法是說 大過年不想讓人家覺得 中國的治安不好 那所以呢故意把這些訊息說 一刪刪刪刪 那因為之前 或者是覺得這是錯誤示範 不要讓人家起而效益 對 沒有錯 可能有這個 但問題是在民主自由國家 新聞自己獨立的國家 你不可想像嘛 就他越刪大家想盡辦法 越想知道 對 那除此之外呢 在河北的形臺 也發生了這個 嚴重的爆炸事件 六層樓的這個建築 突然間啪的整個炸開就對了 炸了以後呢 當局說有這個三個人死亡了 那因為炸的情況非常的嚴重啊 通常在台灣 我們會發生這個瓦斯氣爆 有時候也會有類似 但是他炸的非常嚴重 那炸的也非常嚴重以後呢 他又不公布 當時不公布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很多的謠言事起嘛 網路上就有很多的預測 包括說會不會是用TNT的黃色炸藥 TNT黃色炸藥的事情大條 為什麼 這個是TNT黃色炸藥 一般民間拿不到啊 所以呢 到底是用TNT呢 還是用這個製造 比TNT猛 大概它的炸爆炸效果 打1.5倍的所謂的旋風炸藥等等啊 那結果謠言就事起 所以天災人禍不斷的這個發生 好我們來看看喔 還有網友做了一個整理 有什麼整理呢 說龍連專搜大人物的 毛澤德 周恩蘭都在龍連走 這要小心一點 說在龍連的時候呢 中國的領導人啊 容易發生事情啊 包括周恩來啦 包括毛澤德都死在龍連就對了 所以青龍連會不會發生重大的事情呢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兩岸之間呢 其實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呢 這個海峽中線被他們隱形化 那麼我們的海域原本的一條界線 會不會也被他們隱形化呢 這個前幾天發生的 這個快艇挑釁我海巡署的事件 現在漁波蕩漾 沒有想到中國 沒有去譴責他們這個挑釁 台灣的這個執法人 反而是批評民進黨政府 我看現在對中國來說 民進黨政府光是呼吸也有罪 因為發生在春節期間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蓉就講 他說這件事情他們很遺憾 他說發生這種嚴重傷害 兩岸同胞感情 聽到嚴重的嘛 他說確實嘛 一條命 我們講實在話 再怎麼不喜歡中國政府 中國人的命也是命 所以理論上 早上聽之下你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可是如果你細看 15號的時候 海巡署就去把那個船拖出來 因為發生事情命案 我們總是要去調查 這個事情就很詭異 這是當時撈出來的船 這架船 你來看一下 這敢像漁船 如果是漁船 標準的漁船 它上面會有那個編碼 就是說它是幾號 然後屬於那個船東 船旗這些 這基本的資料對不對 結果這架船人說 是三無船舶 三無船 你看天堂空空空 有沒有 而且這不像漁船 後面再放兩個摩托 你說後面這兩個摩托 這兩個摩托是什麼 這是那種 高級的雙旋外界 這種船 基本上漁船不是長這樣子的 尤其中國的漁船 中國漁船 中國漁船 中國漁船是長這樣子的 這才是英中國漁船 這隻一頭的漁船 這個是海軍的三軍 第三軍 有人就說 可能是不是間諜船 而且抓到的那個 就是那個上面的那個人 他的口音是四川跟貴州的口音 如果是漁民的話 那就是福建 而且尤其在金門海域的話 那一定只有福建 因為雙方都常常在交往 所以其實福建的漁民 除了講普通話以外 他們會講我們說的閩南話 所以都說的 他講四川跟貴州的口音 醒來那就不是漁民 這樣的其實很詭異 可是我現在講的是 可是就我們海軍組副署長 也到現場去開協調會 可是因為基於 這個是兩岸關係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也不方便 把這些事情 尤其我們的官方 不方便把所有的事情 都公開攤開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可能怕影響到 還有一些更大 所以海軍組也跟金門的漁民說 大家最近暫時 不要過度的去 就是越 就是容易捕魚 大家要小心 每次犧牲忍耐妥協的 都是我們台灣 怕我們被報告 怕被國台辦指著鼻子骂 對 然後重點是 中國的漁民是不是因此就收斂了 其實沒有 14號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16號在金門的漁民說 他們在那個沿海 又看到中國的漁船 非常近 對 所以它其實根本 好像也不是很 就是擺明的心 我覺得他們是有點故意 就是要知識 然後知識的話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命不是命的 所以他們的人過信一號 他可以用這個來 把事情鬧大 所以 但是我們官方是 目前是很節制 那我們拉回來講 就是說 那除了這艘船 很可以 我們講那其實根本就不是漁船 對 中國的漁民是不是 平常 中國的漁民是不是就認真捕魚 其實不是 其實在2016年 也是有認真捕魚的啦 但有一些案例是這樣 有一些不是很認真 或者是他們有雙重身份 除了捕魚外 他們還有別的身份 2016年曾經發生一個情況 就是說 我們的漁民在台灣的西北外海 去捕魚的時候 被中國的 閩4號的漁船 都是 搶走 他們船上 抓到的漁獲 那這件事情我們台灣的海巡署 當然要保護我們漁民嘛 所以有三個海巡署的官員 就上那一艘船 就協調 其實我們沒有對他們無力 我們只是說 大家溝通一下說 是不是有些誤會 結果那三個海巡署上去以後 馬上就被中國的漁船 漁民就抓起來了 並對我們的官員 被他們的漁民抓起來 抓起來我們海巡署 當然要把他救人 所以這過程中 就發生了很多的衝突 我們開水炮啊 然後雙方有衝撞 最後是把人 帶回我們台灣 帶回台灣 我們也不敢 對他們怎麼樣 老實講最後也就是放回去 基隆就有一個 那個漁船的協會的會長就說 他們在那個彭佳嶼 等了一整天撈魚嘛 就撈魚對不對 撈牙啊 辛苦了一整天以後 他說中國的鐵科船就會靠近 他就說 啊 就用了普通話說 啊你這邊漁很多 分我一些吧 分我一些吧 意思是說 你土匪啊你 欸對 但是如果你不交出來的話 他說因為他要大隻嘛 因為他要撈啊 撈我們就盡 撈我們就盡了 讓事情就盡了 這都是錢嘛 因為我們這種 玻璃省的船 給我們鐵科船 弄一個醫藥 我們就盡量扔不去 所以我們的漁民 最後就只能被迫 就交出好像是抽稅的概念 所以他們其實這種方式 對我們台灣來講 已經不勝其勞 可是就靠在兩岸關係的敏感度 所以我們的官方 不能對他們出太大的重手 啊他們也是用這個方式 有點就是藉由這種知識的方式 然後利用 這是縱容強盜你知道嗎 但是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有一天如果萬一 類似像金門這種衝突的時候 大衝突啦 他就可以藉機說 台灣什麼殺我們的國民 然後我們就要對你報復 來我們來看一下 股市今年的發展 其實有人說呢 今年過年很多人追繁華 繁華講的是中國剛開始開 上海剛開始開股市的時候呢 整個這個很有希望 欣欣向榮的樣子 但是呢可能中國的股民 看了繁華之後 心中更有所感 為什麼當年大家這麼努力 認真打拚就有機會 但現在中國股市 買越多賠越多 對 那在這個農曆年前的封關前四天 中國股市創了 2019年3月以來的新低點 全世界的股票大部分都會上漲 只有中國股市是往下行的 當然就股市來講 它是經濟的櫥窗 股票市場裡面沒有雪中送炭 只有落井價值 我們來看 光是MCIA中國指數 它後來後來三天 因為政府的力量下去 是救起來 還下跌了7個百分點 那這7個百分點 比2021年的高峰的時候 已經跌了60% 2021年到2023年 跌了60% 這是整體來講 所以你就知道 它的跌幅有多大 當然這一跌以後 華爾街的大佬 那麼美國銀行就做了一個調查 那這個調查裡面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們說 除非中國政府有再新的政策出來 不然他們不會進去 因為你自己比得到 所以中國股市現在做空中國股票 反而形成一個流行 當然也因為這樣子 在過去經過媒體的追捧的一些股神 通通掉落神壇 第一個股神就是曹欣 34歲 那34歲他是中國的私募基金的創始人 他目前有三檔基金 那他的私募的金額差不多台幣5億左右 5億左右 那因為為什麼叫股神 因為很年輕嘛 然後他的每一座都賺 所以他有很多人跟隨他 不過到元月31號的時候 因為心理因素而離世 墜樓 墜樓 那當然就是心理因素 你就知道是什麼問題了 那他的三檔股票 有一檔已經清算了 其他兩檔其實都落得慘慘慘 沒辦法交代 第二個 中國有一個年輕的巴菲特 叫做關善祥 那關善祥12歲就開始做股票了 12歲就跟著他爸爸做股票 然後從30萬做到1億的人民幣 所以他有四檔基金 這四檔基金裡面 近日也是因為心理因素 所以突然的離世 都是心理因素 那外面 外界就認為說 他因為重壓在房地產 其實他四檔基金 我剛剛給他看一下 他的跌幅都超過50%以上 其中有一檔超過60% 你的基金本來20% 還是15%你就要停損 你沒有去做停損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完全沒有辦法收拾了 那他最主要他重壓在融創這一家 結果融創這一家 融創中國呢 竟然跌了96% 你一支股票就上去沒去啊 所以說你所有基金就不可以了 所以他也因為心理因素的一個影響 另外有一個就最厲害的 西金叫做鼎翼峰 他的創辦人叫做水廣義 他說他是北斗七星來轉世的 所以他有神功護體 他對股票的漲跌 他有預知的能力 那他最厲害的地方叫什麼 你不要笑喔 50萬的投資人跟隨他喔 他最厲害在2018年在深郡的體育館 辦了年會 結果年會請來三個大咖的來演講 華國前總統 日本前首相 澳洲前總理 哇 不得了啊 這真的有夠厲害啊 所以整個人都滴滴滴了 結果他現在他的 而且每年他有分紅收益率 那分紅就代表什麼 就是你要去那一回嘛 就是基金嘛 分紅年收入到36%到80% 什麼人我都支撐這個 12%都不可能啊 對不對 2017年的時候股價 他曾經暴漲52倍 從香港的5.35% 漲到28.35% 漲了52倍 所以他就樹立了 哇 我是神童 我神功護體 我有預知的能力 叫你賣賣了就對了 在你對5萬的在你對 5萬的鳥屎 在你走走走走到現在沒辦法了 不會太痠 但是政府有沒有提出警告 有喔 在2023年的2月有提出警告說 這件公司要注意 2023年的11月說 好像他涉及違法吸金喔 結果在2023年的8月 他就有部分的分紅停止 另外有一些砍半 結果後來沒辦法了 不太痠 要怎麼辦 飛機機就跑去美國 換30億走去美國 結果現在也被抓回來了 他的負債多少 1300億的人民幣 台幣5200多億 這也是不太痠 所以因為股票所衍生出來的 這一些股市裡面的一些 真的是讓人家瞠目結舌 對 就是說做股票賺錢的時候是開心嘛 但是都要想著如果跌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來承受 不要孤注一直 講了那麼多中國這個好像看起來蠻負面的消息 來一點正面的 他們的AI設計雖然晶片被擋 但是還是有進展的 2月2號在中國的深圳 哇這個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的外賣巨頭這個叫美團 美團正式跟整個肯德基兩邊合作 他們開始用整個無人機來外送肯德基的一個炸機 他們說這個叫做空頭吃雞 那先跟各位說真的非常酷 多酷呢 他其實是一個簡單的點對點的一個無人機的一個傳送 他目前在整個肯德基的新中行的太一店 跟新保利店總共有兩家店 他運送出的地方是三棟三葉大樓 包括了HBC的匯豐中心 包括了洪榮園的天駿跟深圳的人才公園等等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 在這兩家店跟這三棟金融中心當中 總共距離在8到10公里的呢 你只要叫肯德基 他負責在整個15分鐘之內 把熱騰騰的炸機 跟好喝的飲料直接送到你的手上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那目前呢 很多人在判讀是 因為肯德基作為全世界的素食的一個龍頭 這個再加上美團之後很簡單 現在第一個中國5G他也強 中國的整個外送他也強 大數據AI他也強 而各位別忘了 全世界的無人機有7成都是中國做的 所以未來他們估計5年到10年 在深圳成功的實驗完之後呢 未來的百行百業 你只要有點對點 對方他也是一個商業的一個大樓 能夠做人臉的辨識 提前把錢 因為中國他們買東西的時候 錢就扣款了 所以到的時候呢 必須說我是阿寬來拿 不能是憲哥吃掉的 這是絕對不行的 所以要驗臉 還是要驗臉喔 可是這送問題來了 如果說未來都這麼做 那現在那些外送員要怎麼辦呢 最近政府在不景氣的過程當中 才在提寸到說很多的外送員 現在哇好棒喔 都賺很多錢對不對 但沒有想到現在的外送員 走走走走歪了 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一看這個外送員 怎麼看怎麼怪 為什麼呢 怎麼會這個外送員不但穿著高跟鞋 而且還穿著男生最喜歡的黑絲襪 他們都在送貨呢 這怎麼看都不像是外送員啊 而且大家往內一看呢 這外送員在送貨還特別奇怪 為什麼呢 先跟各位說 說的你可能會吃不起喔 這位漂漂亮亮的外送員 送的一碗牛肉麵 你們知道多少錢嗎 台幣五千塊 喔 台幣五千塊 然後很多人就說 這會不會是有什麼特別服務啊 美團也很生氣 就說我們是光明正大的在做生意 怎麼可以有人這麼做呢 然後馬上介入調查 目前來說的話就說 這個是網紅 在衝流量啦 這個是破壞形象的 所以目前的美團就說 我要告 為什麼要告呢 各位你想看看 一碗牛肉麵 不代表五千塊 能不被告嗎 這個一定也要告喔 但沒有想到呢 美團的這邊有事對不對 其他的地方 哇 可是做得風風火火的 為什麼呢 你們常常看惠民的節目 你們都知道嗎 中國那些民員特別怪 之前的民員都是一樣的 背著名牌包包 穿著名牌衣服 大家都說每個人跟塑膠做的 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後面有耕田的 叫田園 有生病的叫病園 還有一些人是看起來 跟酒店一樣的 後來叫酒店園對不對 現在呢 先跟各位說 現在神奇了 現在有最新的一個外送園 這個外送園呢 真的很神奇喔 我們來看喔 多少錢呢 各位 800塊 我是杭州的小廚娘 我可以接上門 然後菜品精緻喔 感興趣的呢 你們可以跟我私聊吧 然後重點就來了喔 他就說呢 我可以幹什麼呢 我如果做幾道呢 各位 價格喔 兩道菜 800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3500 五道菜以內的話呢 是人民幣1980塊錢喔 那你要吃素也可以喔 吃素的話呢 我就可以算你便宜一點喔 然後呢 車馬費是200 清理費的話是150 重點來了喔 我服務的地點呢 可以在你家 可以去民宿 可以去山莊 可以去會所 可以去酒店 還可以去烘趴 那可能很多的觀眾朋友問喔 愛是煮什麼呢 我跟你說神奇了喔 人民幣800塊 折合台幣是3500 他的第一道菜 你可以選擇五顆水餃 各位五顆水餃 3500合不合理 不合理嘛 所以各位他賣的是什麼呢 這個要想一想喔 然後呢 有些人說 喔水餃還要煮 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他就給你一碗泡麵 各位一碗泡麵 人民幣800塊 折合台幣是3500 你想就知道 他賣的絕對不是這些吃的嘛 賣的一定是奇奇怪怪的 結果後面呢 各位走火入魔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就動態清零嘛 那動態清零的時候呢 家裡面有事的時候 你要趕快請人來幫你驗核酸 那這時候呢 所謂的動態清零的時候呢 很多人驗核酸 每次來的都大白 無聊死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就有什麼呢 現在就有所謂的核酸小姐姐 我們來看這個核酸小姐姐 他們現在就是你驗核酸 他說一次我去驗完 我就走700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3000塊錢 那如果說呢 你呢 要我包業 驗核酸幹嘛要包業呢 各位可以包業喔 包業的話是2000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8800 那意思呢 我先跟各位說 這個就跟現在全中國大陸的 三培小姐的價格是一模一樣的 各位你就知道 這些核酸小姐姐 是在玩什麼花樣的 這花樣還真多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晚安小雞到柬埔寨 他想要充流量 編了一個劇本 但是呢 這個事件發展到後來 很多台人會覺得很奇怪說 柬埔寨在判刑很快 抓起來 然後就沒兩天就判刑 判兩年了 台灣講人權啊 等到漢能官都說什麼時候了 台灣的網紅 你在台灣丟臉就算了 你跑去柬埔寨丟臉 而且你還演了好幾齣戲 而且東南亞都做這個新婚 你不能去這樣子 就算你懷疑他們是這樣 你也不能這樣演戲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最早是西港省長 他在那個TwitterX 他就發文說 把這個人找出來 連省長都發威了 所以很快的飯店 馬上把人交出來 他交出來又去調查 結果他們調查完以後 他就查到說 他們這個闖 因為他第一支影片就說 他是被那個工作人員毆打 結果毆打他的工作人員 穿軍服的 都是他自己人 然後剛剛拍這個影片 邊走邊跑有沒有 然後衣服什麼被 拿自己剪刀剪開說是被拉開 頭髮拿自己嚕就說他是被嚕的 所以亂七八糟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你知道 他們柬埔寨警方超出這套劇本 他說他們在台灣就已經把劇本寫好 而且他們在現場就展示了這個 他們抓到的證據 所以人家也算是有證據 那我只能說你說 判兩年會不會太重 這件事情如果翻到台灣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最多是三天拘留 拿槓 很主席的扳出來 對不對 可是我知道 兩年算是很客氣 因為其實他如果 柬埔寨火大 他們算是因為他們有當眾下跪 就等於我們講的 坦白從寬 下主座 他如果抗拒從嚴的話 柬埔寨來個什麼 烏魯國家的話 對 十年 人家算一算可以判到十年 所以其實我剛剛兩年已經算是 都是皆大歡喜 這一個 皆大歡喜 對 這算是也是各退一步 那重點不是 重點不是 你知道嗎 那你說進到柬埔寨監獄關兩年 那是好像就是平舖直入 沒有 柬埔寨的監獄 被評委 被那個人權組織評委 全世界全二十五個擁擠 環境最差的 對 惡劣的環境 所以不是 不像我們台灣 都 關軍醫那麼算是不錯 他們那個環境不好 那你知道怎麼樣 有些住過的人 他出來講 就是說 他們是怎麼樣 兩百個人擠 一百平方米的套房 老房 一百平方米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三十五平 差不多三十幾平 你能想像 兩百人擠在三十幾平 那是晚上要睡 他們睡覺的時候 他們就是地上鋪一個草析就睡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睡覺的時候 大家都一律要測睡 為什麼呢 因為你正睡的 空間會不夠 就要測 而且只能睡同一邊 大家要測同一邊 你如果半夜翻過來往一邊 大家會被打 會被打 所以睡覺都要單邊測 然後他那個廁所 你這段內容 讓小雞聽到還得了 他媽媽應該會去打點一下 等一下會幫他解釋 他還有救 小雞還有救 好 那重點是他們那個 他在廁所也不像我們 我們說 他說地上就挖兩個 隨便挖兩個坑 他就放在裡面放 這是一個 然後柬埔寨官方有講 他說其實他們給 那個囚犯也是 他們是人重 是人權的 所以他們說 一天提供大約 0.85美元的食物 0.85美元說 台幼 25塊啦 你做通貨啦 三噸喔 三噸賣25塊喔 你自己想 所以那個根據裡面 關過的那些犯人 他們說 火石啊 都吃那種 就是很粗糙那種 不是測米喔 其實那種米是裡面還有 可能還有米膚跟那個石頭 摇一摇很硬 吃到這刀 他配那個什麼 對對對 配那種臭魚醬 偶爾心情好了之後 可能還 預防心情好 還可以吃到一些菠菜 天啊 那重點來 重點來 小雞跟那個 阿老不要怕 不要怕 柬埔寨的監獄是很有彈性 根據也是裡面住過的 曾經有九位那個 中國籍的嫌犯 他們當初入獄的時候 他們就懂 他們懂什麼 他們懂打點 就是說 你如果有另外給一些 commission的話 他的那個服務是不同的 你可以在裡面可以講電話 天氣熱的話 可以吹電風扇 如果表現好的話 還可以有12個小時的那種 外出善 如果你可以預防 就是有 知道給錢打點的話 所以你知道這四個 這九個中國籍的嫌犯 不到四個月的時間 靠數萬美元就打通 人就回來了 那我們其實台灣的中央社 曾經電訪過 有台灣人被關在柬埔寨的監獄 他也講到說 他們很多服務跟盜獄 都有明碼的標價 就是說多少錢就多少 甚至 甚至喔 如果連那個 因為他們現在人多啦 所以有些 那個 你知道 有以死為貴 人坐就要價錢 所以現在因為人坐 所以那個價碼有提高 大家都淨香要給錢 甚至聽說說 他們裡面 如果有 曾經有聽過說 被判30年的 最後只要關3年就出來 那當然是給一筆大的 社會捐贈 因為 重點是因為他們 據說他們預防的那個資料 不像我們那麼完整 所以那個資料可以改 所以你如果給他夠多的經費的話 他是有改的機會 不過這都是謠傳 官方當然會否認 好 今年過年真的是蠻忙的 除了這個小雞之亂呢 還有這個意大利高價 高價團之亂 還有什麼事情呢 富國島之亂 剛才我們得知訊息的時候 想說 這個越南第一街 怎麼不給人家接啊 太沒水平了吧 沒想到是台灣旅行社 沒有給人家錢 其實應該這樣講 這個富國島這個事情來講 他應該是說台灣旅行社 跟大陸就是在富國島 當地那個糖卡 還是大陸人 這兩個就是之間呢 應該是說呢 因為台灣旅行社沒付人家錢 那當地旅行社 他用了最極端的方式 這種極端方式 通常對付誰的 通常都是大陸旅行社 對付大陸客 沒有這樣對台灣客的 因為台灣很少發生 那因為這唐海本身是大陸人 所以他是用大陸處理 大陸團的方式在處理 因為這種欠錢的方式 大陸團也很會欠人家遞接錢 這很多大陸遞接最後 但是呢 通常這叫什麼 毀滅式的魚石網破 就是到最後要翻臉的時候 才這麼做 才會這麼做 不然這是在業界大忌啦 所以說 其實呢 這個當地這個旅行社 也是準備要跟台灣的旅行社 要同歸 他們兩邊同歸於盡 那至於為什麼會結束 這麼大的仇怨 就是因為地階的這個費用 趴趴收不到嘛 好 那你說 為什麼說富國島 以前好像沒聽過對不對 這個地方奇怪 為什麼突然今年爆紅 那今年爆紅其實也是因為 這個事情爆紅嘛 對 但是這個地方 為什麼好像疫情好像沒聽過 對 越南有個富國島 怎麼一個疫情後呢 怎麼突然多了這個富國島呢 好 這個地方它本身就是 越南政府在疫情期間 它重新規劃完 它開放之後變成它的特區 所以你看喔 你現在去越南 辦簽證很難辦 那簽證的就是簽證費 要簽證費啦 要怎麼電子簽 但是呢 它對於全世界觀光客 它免簽 第一個免簽 第二個它開放觀光旅遊 那非常多的國際客就往那邊去 所以它目前是全越南最夯的景點 又稱為越版馬爾蒂夫 它那邊有非常多的設施 其實都是賭場集團花錢蓋的 包括說哇 還有那全球最長的7.8公里 將近7.9公里的纜車 你看跨海纜車可以到7、8公里喔 那真的是全世界最長的 有非常漂亮的賭場度假飯店 好 那這個賭場的這個事業 算是稱奇了整個富國島 而且它這個富國島賭場呢 我們業界常常會講一句話叫什麼 叫做 澳門跌倒富國島吃飽 為什麼叫澳門跌倒富國島吃飽呢 是因為澳門的賭場 整個摔了一大跤 從習近平打攤 很多大陸旅客不能去 然後大陸人不能去之外呢 又怕疫情 然後再加上它賭牌重新洗牌 從那個今年開始呢 就是它的等個賭牌重發 那因為這樣整個一個大轉變呢 變成在當地很多的這個賭場底下 很多的一些黑幫 很多靠賭場吃飯的外圍呢 全部轉移陣地 包括台灣 包括台灣的這些黑社會的這些勢力呢 都撤離了澳門 全部移到富國島去 為什麼他們認為說 富國島的未來比澳門更好發展 因為澳門是為了賭而賭 富國島它不一樣 他賭內還可以玩 他賭內還可以玩 玩還很多 而且呢又全部都免簽 那他們去那邊就開始呢 就把澳門這一套 包括澳門當地的地方勢力 包括就習米華他們那一掛的地方勢力 包括中國大陸的勢力 還有台灣黑幫的勢力 全部過去重新洗牌插機子 他們賺什麼錢 其實坦白講 賭場的錢呢 就一定會講到黃賭賭一家親 玩之三兄弟 事實不分離 好 另外就是什麼 做洗馬仔 那做洗馬仔之外的洗錢中心 通通通通通都會進駐 那再加上它本身 又有很多旅遊的這種 氛圍在裡面 它可以面向 除了中國大陸的市場之外 它除了台灣人也可以 很好去招攬 因為中國大陸真的很簡單 去就是為了賭而賭 但是台灣的比較 會說除了賭還可以順帶去玩 大家心情不太一樣 但是他就把整個越南那些 整個賭廳洗碼 貴賓廳那一套 整套完整的複製去到那邊 然後整個重新再洗牌一遍 所以呢 未來我們都會看說 整個東南亞最重要的這個博弈的大臣 應該復活島 它有望可以取代所謂馬來西亞的雲頂 或者是取代我們所謂的就是新加坡 這個小雞圖的是什麼 圖的是流量 對不對 它圖的就是流量 再來看看越南 越南其實也有YouTuber YouTuber最紅的 要請憲哥來介紹一下了 越南在2019年的時候 一些河內的體面人士他們覺得說 不得了的 很多越南的報紙 越南的媒體 都有一些 粗俗不堪的那些名詞出來 過去所謂的黑社會 叫做江湖 現在變成網絡黑幫 那網絡黑幫的這些人 好幾十個都是網紅 哇不得了 每一個他的標準像就是 35歲到40歲 都有暴力前科 然後他們都有紋身 大家都紋身 所以出來的時候都是這樣紋身 而且生活很體面 那這樣的話就會吸引很多那些 年輕的一些學生啊 羨慕啊 所以從過去江湖 現在講的都是 我認識到處的大哥 都講那個所謂的江湖義氣等等 哇不得了 那這個始作俑者是誰呢 始作俑者叫做吳白渴 那吳白渴 他在網路上的名字叫做帥哥渴 那帥哥渴呢 他一開始就是秀秀什麼 秀他的一個紋身啊 然後秀一些高端的東西啊 秀一些奢侈品啊 來吸引所謂的一些網路的流量 那兄弟情義啊 我在越南到處都有我的兄弟等等 結果一不得了 一吸引吸引了兩百萬的粉絲 就是這個落網的畫面 對 就是他兩百萬粉絲 到現在沒有人打破喔 他現在還是最高 最高 最高 結果在2019年的時候 越南政府說不行不行 哇這個落到地下 沒用了 整個社會給我翻到判掉了 在四月就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用三種罪名 第一個就是聚眾賭博 第二個就是吸食毒品 第三個呢 就是非法指使 結果判了十年半 十年六個月 結果你知道在判刑那一天喔 真的是奇觀啊 在河內的法院判刑那一天 是十一月十三號 2019年 那一天人山人海 大家所有的網紅都去 知道嗎 直接直播 然後怕下球車的那個 怎麼下球車怎麼走路 然後那一天還細語揮揮 結果去的都是什麼 都是中學生 所以其實在越南也出現 這樣的事情 這真是錯誤示範耶 中學生把他當偶像 以前我們那時候就是 是把武俠小說當偶像啊 武俠小說的虛擬人物啊 現在這是實體的網紅啊 當然更容易吸引這些中學生嘛 那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最近也有一個網紅 非常的紅 那他賽的是什麼 高端頂級的東西 比如說兩千多萬的超跑 一千多萬的手錶 LV的訂製款 CD的訂製款 那就吸引很多兄弟來按讚 那很多兄弟他也做很多生意啊 他也希望按讚來跟網紅 有一個連結 然後讓他的生意更火紅啊 因為你剛剛講的流量 就是金脈嘛 我沒有流量 那我蹭惠敏的流量 那你只要來給我站個台 我流量就起來了 我本來生意一天做十件 變成做一百件啊 所以雙方就有一個默契 而且這個網紅呢 本來有夠控告的 所以北中南到處都有兄弟會啦 那很多的兄弟 尤其在台灣的兄弟 當他失業有成 成為精英人士的時候 他們就希望跟他蹭了 而且他也都來則不拒啊 不管你做水扇也好 做水垢也好 做海扇也好 所以最近也是這樣很紅的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日本最近就出現了一件事情 也是因為日本的黑道 竟然是肉收中國的網紅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有一家這個餐廳 他突然掛了貼了一個貼紙 禁止中國人韓國人入內 結果被中國的一個網紅呢 叫做由頭四六分 這個網紅發現 發現以後呢 他就派人去那邊拍影片直播啦 拍影片直播 那直播以後呢 結果進去跟老闆吵架爭執啦 你不可以這樣啦 有的沒的啦 老闆說怎麼不可以 你這是我的自由啊 結果叫警察來 警察也說沒辦法了 結果後來就因為這個事情以後 引起在日本的中國網紅 抖音的網紅 他們有很多抖音的網紅 然後就一直去趁 去趁這個把這個事情 越吵越熱越吵越熱 吵到沒辦法了 老闆真的撞不住了 結果台灣的一些網民 就教這個老闆說 你就打那個席維尼啦 打那個八九六四啦 打那個香港獨立啦 結果後來有些網紅去就沒有注意 在那邊直播的時候出現那個事 就被抖音停掉 就被停掉了 那停掉以後 塞到毒藥 停掉以後 後來連那個當地的區議員 還有他們的一些地方人士 都出來支援 現在連黑道住局會 跟三口組的一些 都說要漏收這些人 漏收這個網紅啦 漏收這個掌勁人啊 結果這個網紅動不掉 逃回中國去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 日本在十七年前 有一個大哥 三口組的大哥 殺了人之後 然後逃到泰國去 他逃到泰國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又那邊娶了一個泰國的女子 然後每天一個 因為他今年已經七十四歲了 一個老人 那看起來也沒怎樣 就每天更加下棋 結果他的一個紋身 非常的奇特 就有一些泰國的年輕人 就把他拍那個紋身 結果上傳在YouTube 上傳到那個推特 結果日本的警方一發現 看起來好像認識的 這不是我們的通緝犯嗎 但是確認一下 發現這個人的手指還斷了一截 就是他啊 就是那一個人啊 就是白警繁治啊 結果就把他引渡回來 法網揮揮揮 他就是那個紋身 太漂亮了 真的很漂亮 這個好好的在泰國鄉下過日子了 因為紋身結果被抓起來了 再來看一下秦剛的事件 秦剛事件這個持續有後續的報導 有人說秦剛為什麼升官升得那麼快 除了他做事盯金之外呢 原來他跟這個他的妻子 還是走這個彭麗媛的關係 這個變姊妹濤才有辦法升官 那麼最近因為去年秦剛突然間不見了 那不見了以後呢 外面他又把他的這個外交部長呢 這個職務員給免職 後來國務委員也免職 什麼都沒了 外面的人啊 我一直嘩然以後 有很多很多的消息啊 那麼裡面都有傳到一個 跟央視的主持人啊 傅小田之間 那麼因為有婚外情 所以後來啊 又在這個美國呢 借父生子生的一個孩子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婚外情 我相信啊 中國絕對不會只為了一個婚外情 那習近平就把他拔掉 那麼現在傳到後來 已經傳到越來越離譜了 傳到後來變成 傅小田的身份是英國特務 我覺得那個已經傳到 就是因為中國都不說清楚嘛 中國不願意去談 所以呢 不願意談了以後呢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這個傳說呢 不斷的這個在網路上面流傳啊 那麼事實上現在呢 就算秦剛都已經整個都失勢了以後 那麼有關於秦剛為什麼會被拔著 被破格拔著啊 原來可能跟他的太太 叫做林彥有關係啊 為什麼呢 他的太太林彥呢 就跟很多早席 國民黨在台灣的這個官夫人一樣 那時候都會去陪著打麻將 陪著去買東西逛街 看陽明山的這個杜鵑花櫻花等等啊 那去討好最高層的這個官夫人啊 那麼林彥呢 他做什麼 他陪這個彭麗媛 陪彭麗媛做什麼呢 做月餅 然後呢還做很棒的月餅 就陪在這個彭麗媛的身邊啊 他的這個所有的動作呢 幾乎就跟以前的官夫人啊 陪打麻將陪逛街陪什麼 投取索奧意思是一樣的 因為這樣子 所以建立了跟彭麗媛之間的關係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結果使這個習近平 對秦剛那麼諱眼獨具 非常的青睞 所以後來啊 就把他不賜八卓成為外交部長 不過有時候 爬了太快 也會有很多的人啊 因為這樣子而嫉妒而憤恨 最後如果你是這個清官 就沒事講 沒話講 結果你一旦有了這個包括啊 可能在女色的部分 可能後來又捲入了一些啊 就跟國防機密 甚至於還有跟貪污有關係事情的時候 人家當然就落井下石就弄你 那你要知道習近平這個人是這個樣子 習近平跟金小胖這個金正恩都一樣 他可以要用你的時候呢 他可以破格金小胖在北朝鮮幹過一件事 他把一個少將直接跳過中將升上將 你知道他幹過這種事 他欣賞你的時候他可以破格 但一旦發現你對他不忠或貪污的時候呢 他為了要服眾 所以立刻就把你給下馬 然後把你給拉下來了以後呢 你就變成像秦剛一樣的這個角色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呢習近平現在對軍方的整肅 並沒有因為過年啊而改變 為什麼呢 現在顯然習近平對這個 包括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啦 包括這個火箭軍司令啦 那這些人啊 他李尉潮他的人都不相信 越拔越多 除此之外呢 那麼有這個外媒就點出來 其實啊 點點吃三我公婆的另外一位 那麼來自於軍委會的委員 是政工部的主任出身呢 苗華才是更可怕的巨腹 他用沉睡的巨腹來形容 他是隱藏在習近平身邊的一隻老虎 為什麼呢 因為呢所有政工 政工你要知道 那麼所有中國的這個真正的掌權的軍方 不是那個什麼司令 不是什麼都 都是政委喔 旁邊就有點像是我們的輔導長啦 類似那種政工幹校那種出身就對了喔 所以呢事實上呢 整個所有中國軍方的政委 全部掌控在苗華的手上 所以萬一他動到張又俠 動到苗華的話 我告訴你 整個中國的人民解放軍呢 短短幾年之內 是沒有辦法歸復元氣的 好是在中國的人事的部分喔 另一方面這個 台灣民眾最近到泰國要小心 因為最近台灣護照在泰國是特別值錢 沒有錯 其實因為大家知道泰國這個地方 他們對於觀光是大力宣傳 而且他們今年跟中國大陸簽了什麼 簽了雙邊免簽互會 這個雙邊免簽互會其實主要是要吸引大量的中國大陸旅客到泰國旅遊 果然沒有錯喔 今年榮麗春節 整個泰國幾乎被大陸的遊客全部塞滿 可是呢 在這個塞滿櫻當中呢 很多因為到泰國免簽之後呢 當然很便利的 他們只要護照一拿就可以過去 拿過去就會衍生出一個新的行業 為什麼台灣的護照在泰國呢 也跟著漲價 因為呢 泰國他們在整個就是黑市交易裡面 台灣護照是非常非常貴的好用護照 因為他大量的子民買家是中國大陸級的買家 為什麼 中國的護照沒有台灣好用嗎 因為有很多中國大陸人想要潤的時候 他們可能在中國大陸有些什麼事情 他們想要跑路 一般面都是可能是有卡到官司要逃亡的 他們到了泰國便中轉 而且現在免簽之後更好中轉 那中轉的時候呢 要買一本台灣護照是他們的第一選擇 泰國護照是第二選擇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你是一個大陸級的人 你拿了台灣的這個變照過的護照之後 你在透過我們的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免簽 你入境的時候 縱使海關懷疑你講中文啊 大陸也講中文啊 如果說你今天拿了這個泰國護照 你不會講泰文 所以它很好去呼籠歐美其他國家的這些海關 所以我們台灣護照現在目前